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大批救難隊員沿著河道進行搜索 因為消防隊下午接獲報案 疑似有男子打算跳水輕生 救難隊員在現場發現三張字條 其中一張給女友的留言 寫著希望女友可以原諒自己 還樹迷永遠愛你的笨蛋 也有一張留給母親的字條 隊員撥打紙上所留的兩支電話 才發現原來這起落水案件 是一場烏龍謊報 現場好像有一位有刺青的 長得甩甩的壯壽的 那個媽媽跟女朋友 就是她本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90%確認 當時出動將近百名救難人員 從下午找到晚上 一共找了五個多小時 最後總算傳出找到人的好消息 但根本沒有人跳水 而是五姓男子自導自演 疑似是跟女友吵架 想用這種方式引起注意 楓源神岡總共出了 包括民間救難團體 總共出動了一百個人 萬一這個時候楓源神岡地區 有其他的急難救助 這個後果各位可想而知 男子為了挽回女友的心意 竟然想出這種跳水自殺的騙局 最後是巡邏員警在路邊找到五姓男子 才拆穿這場虛驚一場鬧劇 男子害得百位搜救人員白忙一場 被譯違反消防法和社會秩序 維護法偵辦 女友每晚回反而還得先吃上 一萬五千元的法單 借連員兵台中報導